今天我们的Vlog就来到会展 因为我们今天看什么? 《奶木版46的Kong》 Youhoo! 影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订了一个 多多支持 今次演唱会就在会展教 由于场地问题 史坦今次见证不到好像日本那样 虚陷的情况 但室内的情况都一样人山人海 但有物饭的地方 不过很多东西都卖光了 在排什么? 在排我们应援团集资做活动 可能只剩下钱 大家做个纪念 即是可以免费拿的? 应该是 还是要按摩? 有条件吗? 也不是 没有 而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犯自发的行为 场内很多自制的周边 互相交换 以物易物 其实饭和饭之间 都会有代购的情况 所以就顺便交收 而每次演唱会 饭会精心准备 帮自己推的竹花 帮自己推的旗海 等等 所以场里面 会展有很多漂亮的东西 可惜会展没有给一个场外的展示地方放 而今次只开多了一个招牌 给大家放 可惜是 晚上6点才开招牌 给大家参观 时间完全不够 而今次使坦 近距离见识到竹花 哇! 可以有多漂亮 可以多漂亮 要多少花神 可以多少花神 你创造多少花蓝生意 大家的推也不一样 所以自然会分缓别类 连选花颜色和设计都不一样 当分好类的时候 大家会找自己的推一起拍照 3 2 1 3 2 1 3 2 1 尤其是刚才那个版后专尾 是因为他来毕业了 他们就当他毕业演唱会 可以玩到很瘋 不是展示用的 是一个小故事 因为Avon 巴打 原来弄掉了他的褪皮剑 然后有人帮他挂在这里 没有拿走他 是的 于是他见到自己跌了 就回来拿 是吗 这样也能跌 你真是 你叫我多多 你真要多谢人 我们人民质素不错 亲口多谢 多谢你 是多谢帮你收拾的 你哪个收拾到的 放在这里 通知我 吃饭那些是我的 而今次香港饭 亦自资弄了旅游巴 装饰好冷木版46 停在会场外 让大家欣赏榴莲 好友爱 这是之前应援团集资 一起玩的应援活动 集了一笔资金 便租了这辆巴士去做活动 而每个演唱会 都有自己公司的纪念品 因为很多物品 都是为了那场演唱会而弄 只此一次 所以就变得很稀有 入场了 对吧 对 要早点准备 进去准备 这个是什么 它是沉的 奶木版46 香港英文会协会 他们自己做的首幅 到时 在后面有说的 希望我们结束的时候 一起去举 即举这张是吗 对 因为它是在说 期待你再来 好 就香港场这张卡为例 随时是日本饭 它都想要 但是这些纪念品是不能选择的 随机的 所以你真的不会抽中自己的推 那你就在场里大喊交换 等有心人上了 而今次大会和会展 明显是沟通不足的 甚至可以说 大会真的有机会不知道 这类演唱会是怎么运作的 有那句说那句 女团的演唱会是分开两部分的 第一就是营运演唱会本身 第二就是营运演唱会之前 凡区的安排 因为演唱会上面 真的有文化差异 如果大会想像张学友 告成演唱会搞 那就错了 奶团本身都过十年历史 你看看日本人自己怎么搞的 看规模 看玩法 其实参考是不难的 可惜来到香港 地方又无 又趕人走 不被人聚集 竹花区六点才开 整件事 就要将场外活动区域 由八个小时 压缩到两个小时 要你什么都趕头趕命做 他让你做 但让你集中做 所以要你分开几层做 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演唱会本身好看 转换制作是没问题的 如果饭区又坏 制作又坏 那真是进在不言中 我们的VLOG系列复活 想看多些本频道 生活上的东西 记得留意我们的VLOG 我们也会继续推广这个圈 让大家接触多些不同的女团和文化 快点订阅我们 我们的频道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有吃有玩有旅游 总有一条適合你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个影片见